台東關山鎮天候工前的公有停車場 每天早上就會出現許多菜販 占用車位擺攤做生意 但這不是因為快要過年的擴大營業 而是關山鎮的公有零售市場在整修 菜販們只能在臨時貨櫃屋和停車場 繼續營業 民眾買菜也感到相當不方便 蔡范表示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整修兩年多 至今還沒有完工 許多攤商只能在停車場 繼續擺攤 已經快要過年了 生意卻一直不好 而關山鎮公所也表示 因為疫情以及地震的關係 才導致公有市場整修工程一言再言 政長表示目前已和攤商協調 會架好臨時攤位和維持環境清潔 讓攤商們方便營業 等過完年後 會讓攤商們慢慢搬回市場裡 預計四月底前就能恢復市場正常營業 原視新聞本驚到台北台東觀山廠報導